大家好 上次我不是讲了一家那个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吗 我说恐怖分子直接就杀掉吗 不跟他废话了 我说这个世界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啊 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叫文明的人呢 太文明了 这野蛮的人呢 太野蛮了 这个世界啊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 就跟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太发达了 穷的国家太穷了 这就是世界的问题 文明的国家发达了文明的讲人权了 太文明了 没法想象 那不发达了不文明了 那太不文明 直接就像那墨西哥什么毒贩啊 还松东那帮人啊 我擦这个太残忍 我说简直就生活在古代吗 没法咯 而且这个世界还有个特点 就是这个强者 真正的强者表现出这种忍让合作的态度 忍让 顾忌 合作的态度 就像欧美 现在就是嘛 他们是强者 他表现 包括日本也是 还有什么澳大利亚 他们表现有什么忍让 和顾忌 讲人权 这种 这种态度 都是要讲法律的 包括那些恐怖分子抓到了 还要是有一些什么还要审判的 还有那个欧洲的难民嘛 中东人 划船 跑过地中台 跑到欧洲 难民还要给他 给他钱呢 欧洲啊 还要给他钱 给他那个 叫什么庇护所 给他钱 而且呢 他有老婆 有的人还有四个老婆 老婆还要把他接过来 这欧洲也太文明的吧 这就是 这个世界的问题 就文明的人呢 太文明 野蛮的呢 野蛮的呢 还处于古代呢 还是一不多期呢 对不对 女的还还 头像还是那种 就就露出两个眼睛了 对不对 我说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难办 很简单 我想了想 只有两个法子 要么是让野蛮的人变得文明 两个法子 要么让野蛮的人变得文明 要么 让文明的人 变得野蛮 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就像那欧洲 从他女带就穿着这个面纱 就就就就就就露出两个两个眼睛 而且全身黑 有一些人骂那个树洞骂民骂还是这样 这欧洲要是不想到你直接枪毙就算了 你跟你废话什么废啊 你扯淡吗你啊 对不对 你跟跟回家你跟你跟你正主讲吧 直接枪毙 所以欧洲幸亏不是法西斯啊 欧洲要是还是像德国那种法西斯的话 那不得了 那中东就都是血 我就可以想象地中海都是血的感觉了 就我真的感觉了 那还不如就像那非法一名 非法那名还架着船要偷渡 要跑到了欧洲吗 欧洲人要是野蛮的话 上岸一个枪毙一个 你非法跨进我国境线 你什么意思啊 你啊 就像中国的大逃港 大逃港 你这老百姓穷了 没办法要逃到香港 直接枪毙他 那跟你开玩笑了 那军警 边防警察直接拿机枪在河上扫 你趴在那里死掉就死掉 他直接就 他就杀人了 直接杀人 对不对 你想想 这要是欧洲人 那边防 他们的边防警察 意大利啊 还这么法国 海上巡逻 要是发现有这个难民船 跑到这来了 那直接枪开枪 那就没有什么难民 难民了 直接开枪 直接开枪 你非法越快 非法闯入我国境 你想干嘛你啊 啊 中东你们那边难民你想干嘛 你非法想来到我们国家你想干嘛 枪从我国境先啊 你真的是不要命啊你啊 开枪 必须开枪 对不对 必须开枪 全部杀掉 那要是欧洲人这么一整 那立马中东那般人 也不来不来偷渡了 因为欧洲人现在文明了 讲人权了 不管你是脑子里面怎么想 至少你还是个人 他给你人权 这就是欧洲的问题 这就是欧洲的问题 知道吧 太讲人权了 太讲人权了 问题是呢 我常常讲 要跟懂人权的人 讲人权 知道吧 要跟想要自由的人讲自由 要跟他尊重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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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自由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他都不尊重自由 他反对自由 你跟他讲什么自由啊 一个人他都他都反对人权 他不承认人权 你跟他讲什么人权 就像那中东那帮我妈蛋 我们那帮人就是我妈蛋 那帮人今天还还天天说 什么石油有钱什么 啊我卖石油我有钱 他们是因为现在是文明世界 欧美发达国家 是文明国家 所以他们才能赚到钱 如果欧美还是殖民时代的 就像那日本啊 什么就就发达国家嘛 还处于殖民时代 这种脑子 你沙克你那帮人你有钱 直接抢来 你不听话杀掉 对不对 不听话把你们的王子全部杀掉 就像